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老安 这个有朋友留言呢 夏季养生有没有什么补品可以吃呢 老安想告诉您 真正的养生并不需要吃太多的补品 很多的家常菜都有很好的养生功效 而且很适合夏天吃 今天老安给大家介绍一种夏季的排毒养生菜 什么菜呢 空心菜 空心菜都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第一个 排毒消炎 夏天吃空心菜再好不过 因为空心菜性凉 常吃有清热解毒杀菌抗炎的功效 另外 空心菜当中还有一定的果胶和木质素 能够帮助我们给身体适当的排排毒 并且 空心菜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夏天凉拌着吃呢 也是不错的选择 第二 可以啊 润肠通便 润肠通便呢 主要归功于 空心菜当中大量的粗纤维 这些纤维呢 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 非常适合便秘的朋友吃 第三 防暑解热 空心菜啊 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钙以及胡萝卜素 具有呢 防暑解热 凉血排毒的功效 第四 降脂减肥 空心菜呢 还有绿色精灵的美称 其中它所含的啊 烟酸 维生素C 还有甘油三脂等都有降脂减肥的功效 三高以及肥胖的人群呢 都可以吃 接下来啊 老安推荐给大家一种啊 空心菜的好的吃法 辣炒空心菜 食材如下 空心菜两把大蒜煎焦适量 首先呢 将空心菜洗干净 控水切成豆 大蒜呢 煎焦切成末 随后 空心菜锅中焯水半分钟 捞出备用 锅里面啊 放油 烧热之后 下一半的蒜末 炒出香味 下煎焦 大火翻炒一分钟 最后 下空心菜啊 大火继续翻炒一到两分钟 加适量的盐 即可出锅 这道菜的做法呢 非常简单 但功效却很强 空心菜与青椒 大蒜搭配在一起呢 还有一定的降尿酸的作用 这个空心菜的好处呢 虽然很多 但是啊 有一些禁忌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 血压较低的人少吃为宜 第二 脾胃虚寒 有腹瀉症状的朋友 尽量不要吃空心菜 第三 空心菜呢 不要和鱼虾等含粮食物一起吃 好了 看完老安视频 记得转发 让更多人获益